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觉得有点有忽冷忽乐的问题 你说乐吧两国的元首互访 并且川普拿了2500亿的订单 应该说还是很风光的 但是你说冷吧回国以后 马上就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并且国家战略是把中国和俄罗斯 作为投号的竞争对手 在他的国防的这种战略上 那更是把他作为投号敌人了 并且已经超过恐怖主义 那么这一冷一热 您怎么评价川普中美关系政策 对 那么我也感觉到这一冷一热 因为你知道我在接受各种采访 以前也接受过你们的采访 关于中美关系 我记得在海湖庄园会晤的时候 因为习近平就讲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们有一千个理由 要把中美关系搞好 我们没有一个理由了 要把中美关系搞坏 所以他当时带着夫人 跟川普总统和夫人和家人 包括带上他的国防总裁谋长 对 那个防风飞这边来了 大家都觉得就是说 一切都是非常的克制 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 要有一千个理由 要把中美关系搞好 那么川普总统好像也认识到这一点 好像大家都会共同的努力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应该中美关系会朝一个比较稳定的 比较建设性的方向走 但是现在到今天来看 可能这种期盼 可能就像你说的突然就冷了 那么这样就是突然就被绑架了 那么什么东西绑架了他 那到底出现了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就有很多的 就是有意思的东西 就可以看出未来中美关系会怎么走 那么我觉得作为川普总统 他就像我说的 他毕竟是个商人 他毕竟是个纽约客 他毕竟是要做生意的 他对很多的专制主义的做法 他当然是不会满意的 用国家的方法去制住你的企业 用你的企业来竞争 我们这边自由市场的企业 当然川普总统他是很清楚 这些东西是他不会喜欢的 所以就在川普总统当选之前 你可以看到他的倾向 基本上他是更亲俄国 他的很多的想法反而是联俄至终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基本的走向是这样的 但是后来因为出现了俄国这边干预美国的选举 出现对俄的调查 所以联俄至终这个方针就被完全给堵住了 所以现在他进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就是把中国和俄国共同的界定 成为他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国家 就是说修正主义国家 那么Revisionist就是States 是美国的头号的 就是战略竞争的对手和挑战者 而中国是放在俄国之前的 因为毕竟俄国的经济实力要小得多 因为俄国的整个国家的 国民收入的话 大概也就是跟加利福尼亚这种差不多的 所以俄国是排在前十位国家里面很后面 所以整个俄国的政府的财政收入 甚至是小于整个Walmart公司 就是它的整个一年的资金流转 所以你可以看到 俄国它相对于美国来说 现在就是美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共识 就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威胁 第一威胁 所以无论你看到就是战略安全报告 国防那个报告 都是把中国提到第一位的一个威胁 另外你如果看就是 整个就是班农 在那个塑造整个美国的战略 或者看这本书 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Fire and Fury 那么火与鹿里边 你可以看到了 他们都是把中国放在就是最核心的 一个挑战者的地位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 中国那边又有一些人使得美国 越来越加强他们的认识 认为中国是第一挑战国 因为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分成 也是有两类人 有一群是比较鹰派的人物 有一群是鸽派的人物 那么有些鹰派的人物就放出很多大话 那么放这些大话的人 当然很多都是我的朋友也都认识的 因为毕竟很多都是我们复旦国政系 那么这样出去的 那么这种大话就是说 我们在2020就可以跟美国并驾齐区了 包括现在胡安刚说 我们现在在全方面都已经超过美国了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人说 2020以后了 我们就可以在军事上挑战美国 我们跟美国决一战的话 如果我们赢了 我们就成为世界霸主 其实我们如果不赢 我们也会成为亚太的地区霸主 所以这些想法包括对美国的一种战略 比如说有的人说 其实战略就说 美国跟日本的美日联合 是中国的头号的人 另外有的就提出 我们要聚首亚欧大陆 联俄 那么联伊朗这些国家来抗美 另外有的人提出所谓的战略 就是说要让美国了 我们把它拉到这个整个中东里面去了 不让它就是胜利了 就这样子要把它给拖死拖垮 这就是中国的有的学者提出这些战略 所以这些战略你可以看到 包括在那个情报方面 对美国的那些情报人员 或者一些线人进行严厉的抓捕 甚至处死等等 使得美国就是完全丧失了 就是渠道了了解中国到底 它的真实的战略意图和军事意图是什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美国对中国的许多的做法 说法和表态 当然就会非常的恐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中国里面有一部分的 这些鹰派人物了 那么他们整天就是说 他们可以怎么样打美国 或者甚至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雾霾 也可以使得美国的导弹武器 都失去它的精确度 或者就说因为我们的海带 也可以使得美国的这些航母 可能它要登陆了 都会受到影响等等 那么就这些伟大的将军 那么这样来炒作了 所以我觉得使得中美关系 就成为这种敌意 这种怀疑 这种相互的猜疑的牺牲品 所以我觉得就中美关系了 从目前的大的框架来看 第一从中国目前越来越走向封闭 而且对世界越来越用怀疑的眼光 那么来看世界 而且再回到它的马列的 或者就是毛的这个原教制主义的 或者就是计划经济的 或者是极权主义的角度了 那么这都不足以中美关系的 这个就是改进的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种大的背景下 无论从中国和从美国来看 两国它的不幸的会加深 那么裂痕会拉大 我觉得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恐怕两国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就是一个囚徒的困境 要建立合作了可能是会越来越困难 所以这是我对中美一个关系的一个 一个大的一个框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估计 夏教授您知道 川普一年执政已经结束了 那么要开始新的一年了 从时间来说 现在已经进入到2018年了 中美关系就特别的重要 中国也想走到舞台的中央 美国说美国更伟大 那么在这种相互的碰撞中 您觉得美国对华政策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对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政策了 它的个人因素了 要要小一些 因为我们看到 尽管那个就是川普总统 和他的所有的家人 他们没有在担任总统之前 他们没有在政府里边担任任何一天的公职 也就是说他们对外交对战略 对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 对就是整个国家了 它的这个一些政策了 牵扯到全球和国内的各利益集团 和各阶层的利益了 这些影响了 他们都是没有亲身经历的 那么也是顾忌不足的 从这些来看的话 当然了我们可以就是知道 他会对美国的政策有些影响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川普总统把他周围了 就是任命的一帮人 这些人都是非常清楚 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队的运作 首先他的周边的三个将军 从他的白宫办公厅助理 到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到他的国防部部长 那么这个三个将军 就已经是一个铜墙铁壁 那么在保证美国的一些战略 和军事的一些基本的决策 另外像他的国务卿 那么蒂勒森 那么也是具有国际眼光的 这么一个就是经验 非常丰富的一个商人 那么他的话也是在那个外交上 跟这些三个将军协调的 也都非常的紧密 另外当然经济方面 从那个高盛公司 华尔街这些人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美国的总的这个政策了 受到他这个社会的影响 受到美国的这个建制的 体制的机构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美国呢我觉得尽管 他现在就是在有一些变化了 但是他的许多的政策 是可以估计的 那么他的估计的 就像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就像在国防报告里面 说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在战略上 我们要让全世界 包括让我们的那个竞争对手 都清楚地看到 我们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但是呢另一方面呢 美国呢他又就是 特朗普总统了 川普总统了 他又给这个世界的 注入了许多的不确定性 但这种不确定性 这种战略的混乱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呢 又可能是美国的 这个策略的一部分 所以你如果读他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和读他的这个国防这个报告 他就讲到 那么这种策略的 这种不确定性呢 又正好是我们 要赢得我们的胜利的一个关键 所以呢 美国呢他是有意识的 在注入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那么有意思的呢 使得全球呢 产生这种不确定性 其实也带来了某种混乱 所以这种混乱 到底是对美国 威胁更大呢 还是对中国威胁更大 所以呢 我们就看就是说 到底中美关系呢 它的方向会怎么样走 就对这种混乱的话呢 美国呢 那么有一种就是 非常就乐意的 好像就是 我现在就是打破 那个承规 让现在全世界的一个秩序呢 就说许多东西呢 我不要照 常规去行事 因为我们已经犯了错误了 那么我们已经过去了 已经让中国了 来挑战了我们许多 所以它现在呢就是 有一些初级制胜的牌在出 但是呢 对于中国来说 现在中国是最担心 世界的不稳定性 世界的不可预测的 因为毕竟中国的那个经济呢 它对世界的依赖了 是要超过美国的 那么毕竟中国对石油的进口 依赖中东是要超过美国的 那么毕竟呢 中国的领导人呢 他们呢 要对那个危机的这个管控了 他们的这个就是能力了 和他们的这个要付的代价了 要比美国要高的 因为美国的话 它的无非就是说 换一个总统 或者进行上大选 而今年的话呢 又会进行国会的 那个中期选举 所以的话 这些中期选举呢 你会马上呢 就跟美国的政治了 重新洗牌 所以这些 让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了 有一种非常 那个就是健全的 灵活的 调适的这个机会 但是对中国政府来说 恐怕就没有这么大的灵活性 对中国政府来说 现在的社会经济 政治危机了逐渐的急剧 那么中国政府 他就会考虑到 他的所谓的 国家的安全 政体的安全 意识形态的安全 文化的安全等等 甚至他现在就是担心 他的金融的安全 所以他担心就是说 是不是会出现金融风暴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种发展呢 我觉得会让中国呢 更多的充满着这个恐慌 这个和猜忌 那么这种恐慌呢 或者反应的话呢 那么就会加深了 美国的这种 就是更大的这个就是 对中国的这种敌视 或者怀疑 所以我觉得这种发展 2018年来展望的话 我觉得就是 对中美关系来说呢 如果中国不做出 许多的重大的改进 那么中国做出 重大的改进 包括就是 中国的许多的做法 就是对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 对国内媒体 对国内自由派的 这种各种打压等等 如果中国呢 不进行某些改进的话呢 我相信就是过去这么多年 积累下来的这些 突然在美国呢 已经出现了一个拐点 也就是美国人 现在整体的这个新闻 或者这个认知 或者美国的那个舆论 对中国呢 现在基本上 这个完全是负面的一个看法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中国政府呢 不在人权 在他的那个经济市场化 对他的那个 包括利率 包括那个就是 货币的这个自由化 包括他的那个 对外资银行的各种 那个排挤 所有的这些很多的做法 包括他那个就是 用国家的 支持他们的公司 企业的手段呢 对全球呢 形成一种压低价格 进行这种一个倾销 所有这些做法呢 我相信呢 如果中国政府 不进行大的一些改变 不试图呢 在普世价值的层面上呢 跟西方国家 形成某种和解的话 那我觉得中美关系呢 要之前大的 一个就是突破 甚至要制止 目前的恶化呢 我觉得都是非常困难 有点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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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免费的